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什么是全息经络刮痧疗法吗 你知道刮痧不仅有活血化于输尽通络的治疗作用 还是一种预测疾病 调整平衡 改善亚健康状态的有效方法吗 国内著名中医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 作客养生 给我们带来全息经络刮痧的最新理念 与观众朋友一起刮痧保健康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养生 中医的技法中推拿针灸刮痧拔罐 因为操作方便 而且效果显著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认可了 那本期系列养生节目呢 我们的主题就是中医刮痧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国内著名的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 我们将和张教授一起来领略中医刮痧的玄妙之处 张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 欢迎做客我们养生 我听说您到全国各地去讲刮痧的课啊 走到哪都能掀起一股刮痧的热潮 为什么您这么受欢迎呢 其实啊 受欢迎的不是我 而是我们呢 祖国医学当中的传统的刮痧疗法 因为我们今天呢 对刮痧疗法又进行了革新 已经不从那种民间的刮痧 变成了现代的前夕经浪刮痧 所以走到哪里呢 哪里就掀起一阵刮痧的热潮 最主要是我们传统医学的魅力 那张老师您要在节目中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 怎么就一个刮痧板这么神奇 一刮病就好了 这什么原理 什么道理啊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我在临床当中呢 这个多少年来啊 用这个刮痧开始是治疗一些外壳的病症 比如说像我一样的腰疼啦 腿疼啦 颈尖的疼痛啦 后来呢 又在门诊 治疗了大量的内科的病症 以后呢 又开始呢 研究到保健的领域 美容的领域 发现呢 都有它奇妙之处 效果都是很显著的 最后我研究的结果啊 我觉得这个可真是不简单 真是大有玄机 首先从一个现象入手 我们说刮痧跟针灸跟按摩 它有它共同之处 因为它都在皮肤表面进行 但是你看我们在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选择这个中医技法的时候 我们也会考虑选择哪一种更好啊 而且一提到刮痧 我们就会想到可能疼 会出那个红色的那个纱 对 这个正是刮痧的独特之处 你看针灸扎完了针不留痕迹 按摩呢 做完以后也不留痕迹 对 可是刮痧就不一样了 刮完以后皮肤上会出现那些红红的纱斑 对 正是这个纱斑的出现 使得刮痧有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 特别是对那些疼痛性的疾病 随着纱的排出 这个疼痛的症状很快就缓血了 有的甚至就消失了 我就想它这个效果呀 一定跟这个纱有关系啊 这个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对 这个纱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老百姓就说 刮刮痧这火都出来了 这毒都出来了就好了 这是一种民间的一种说法 这个认识还是有道理的 那么也有一种误解 很多人说你看这红红的痧 这不是从血液里面出来的吗 对 那你说把我血管刮破了 对 伤害我皮肤吧 对啊 所以很多人觉得刮痧是一种损伤 正因为这样不是原来 你叫刮痧吗 对对对 美国为这事还打起了官司是吧 其实这都是对杀的一种误解 对 我的研究呢就从这开始 我就想这个杀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临床当中呢 刮是有些人 一刮很快的杀就出来了 但是有些人呢杀出的很慢 有的人呢根本就不出杀 那么你刮同一个人 他有的地方会出杀 有的地方又不会出杀 怎么刮都不出杀 那我想呢 并不是把血管刮破了 因为你同样的力度 你刮同一个人 或者刮不同的人 有的人就出 有的人就不出 这不是把血管损伤 那我们有些人还有些认识 认为不出杀的 那就是没毛病 出杀的可能是有毛病 这个呢 开始我也是有这样的看法 觉得刮痧刮痧 不出杀怎么叫刮痧 所以呢就拼命的刮一定要出杀 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后来呢解开这个谜 还是用我们现代医学的 微循环的理论 把这个谜解开了 你说解开的 它既然不是从这个 不是把血管损伤了 流出来的 可是它又是红颜色的 它从哪出来的呢 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血管的结构 我们知道血管壁吧 它有血管的外层 里面还有一个内膜 中间还有一个肌肉层 这样的它不断的收缩 血液呢往前流动 这个血管有这么多的组织结构 它是有一定弹性的 我们的刮痧板隔着皮肤 然后这样刮湿 怎么能造成血管的损伤呢 它又不是刀子 说反那个血管给它切断了 但是刮痧有个特点 我们拿这刮痧板试一下 我们这样刮痧 可能什么毛病都不会有治疗的效果 这样刮痧也不会戳痧 所以刮痧呢 它一定要有压力 有一定的力度 这个按压力 这个按压力呢 它就会把这个血液 从血管当中给它挤压出来 什么地方的血管 它能血液被挤压出来呢 那只有在最细的部位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毛细血管 那这时候呢 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 其实它是存在于血管的外面 皮肤的下面 组织细胞之间这样一些血液 这些血液呢 因为它流动的不通畅 速度缓慢 因此它就积存了大量的代谢产物 所以我们说 刹是什么 刹是渗出于血管之外的 含有体内毒素的 其实就是含有体内大量代谢产物的血液 这也很符合老百姓讲的 刮痧有排毒的作用啊 有解毒的作用啊 去火的作用啊 其实真的是这样 只有这一部分不健康的血液啊 我们说不健康的血液 才能被刮出来 刮出来啊 我们也不会把好的组织结构破坏 也不会把好的血液给你刮出来 假如说啊 你的血循环是正常的 你没有这个血液的淤质 这个时候 我在这个部位进行刮痧 尽管你是一定的压力 但是这种压力呢 并不能把它挤出于血管之外 只能是血流的速度 比上来更快 我们叫它促进了新陈代谢 所以刮痧 不管它出不出痧 其实对我们的人体 都有保健的作用 著名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 刮痧系列 经络腿疗术伤导者刘长信教授 百病从黑养系列 以及著名经络专家 陈凯教授 自主学位按摩系列 养生栏目光盘新品妆 现已出版发型 订购电话 053185852055 85852056 张老师 你这么一给我们解释 我们这个心里面就有点明白了 原来刮痧是这么一个原理 对对对 但是我 张老师 我一见您的时候 我就觉得您特神啊 因为您一看我 看面相望诊嘛 您就知道我身上有哪些毛病 哪些健康问题 但是我们编导说了 这还不是您最神的地方 您更神的地方是什么呀 您拿这个小刮痧板一刮 他这个看上去健康的人 也能让您刮出毛病来 这就能夸张点 您就知道他将来得什么病 对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应该这么说啊 不是我把他毛病给刮出来了 而是咱们这个小小的刮痧板啊 今天有多种的作用 他有一个诊断作用 诊断作用 人们通常是这样的 觉得我哪不舒服了 那我有病了 对吧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什么不舒服 可能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 就麻痹大意了 其实这是 这是一个误区 很多的疾病 它的发生发展 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虽然你没有症状 但是你这里边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 什么变化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血液循环的速度啊 在某些部位 它已经开始减慢 但是还没有到呢 就是像堵车那样 拥堵到水泄不通 没有到这程度 还没有到发病的阶段 对 还没有到完全阻塞 这个时候呢 可能油素减慢 所以组织细胞呢 仍然有一些个营养啊 能够得到 它没有完全罢工呢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你觉得你没有什么毛病 对 但是你的身体里边 不管多还是少 只要有了微循环的障碍 我们一刮 这个地方它就会出纱的 对 只要一出纱 就说明已经有了潜在的问题了 所以刮纱今天呢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它可以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 就是在你感觉非常好的状态下 它就能发现 你哪里已经开始有问题了 张老师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新的理念 我们原来都知道中医的这些技法是致病 您今天一说刮纱可以提前诊断疾病 对啊 这个您是在您的从医到入中怎么发现的 有一次我刮完纱以后呢 小战士说 你给我刮刮吧 我体会体会 他怎么那么高兴 他是有病还是没病 他没有病 他挺小战士是个南方人 有一些纹弱 皮肤白白的 我说你什么病都没有 你别在这捣乱了 他说不 你一定要给我刮 我尝试一下 他是好奇 好奇 什么病都没有 我给他刮哪呢 我给他刮背部 我就给他背部刮了中间还有两侧 哎呀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出了好多的纱 哎呀 从上到下 很均匀的红色的纱点 哎呀 当时我就想 我说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他说没有啊 我挺好的呀 对 我说那你这样吧 你会一起现在体会一下 你的身体有了什么变化 你及时告诉我 结果呢 很有意思 第三天他就来找我来了 他说张医生啊 他说我呀 那天挂沙以后特别好 我说怎么好 他说我在驱使班工作 以前早晨起来啊 我一睁眼我脑子迷迷糊糊的 我都进到了厨房了 我都开始切菜了 我说脑子还不清楚呢 迷迷噔噔的 哎迷迷噔噔的 我说那刮完沙呢 他说的 那天刮完沙 第二天早晨 我一睁眼 我就立刻特别的清醒 哦 就精神抖走的 就进了厨房了 哦 这个例子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启发 那也就是说 人没有什么毛病 也可以出沙 嗯 而出了沙以后呢 对一个所谓健康的人 仍然有效果 那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想 嗯 他还是体内存在着血液运行速度缓慢 那按照中医的说法呢 就是血液流动的动力不足 嗯 气不足 嗯 他的阳气不足 我们刮背嘛 背为阳嘛 嗯 当把这个背部的阳气啊 把他的经脉刮通了以后 他的阳气直达头部 所以他的大脑就非常的清晰啊 精力就非常的充沛 嗯 这就给我一个启示 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医的经络啊 嗯 他遍布于我们的全身 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 对 但是他和身体的脏腑 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嗯 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其实都是一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活动所表现的位置 哦 那这样呢 假如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规律的话 我们看一看 他什么地方出杀了 出杀的这个部位 他有和哪个脏腑器官 和哪个经脉所联系 嗯 我们不是就知道他亚健康的部位了吗 哦 哦 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治疗啊 我就尝试着这样的一种方法 嗯 去进行治疗 结果就发现 按照这个规律去诊断 能够很准确的找到他亚健康的部位 非常感谢张教授 那观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跟您聊 孩子既是年轻爸爸妈妈爱情的解禁 在多数人眼里 他又是父母未来的希望 然而在我们的周围 到底有多少对夫妻因为不能生育 而导致僵瓶破裂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孙伟也只知道 在二十年间 仅六万个家庭 因为他生活又重新充满了幻想 这一切都让孙伟兴奋不已 尽情享受着这份生命的感动 1979年 年轻的孙伟从南京铁道医学院毕业后 被分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妇产课工作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 在这里 孙伟一干就是十年的时间 做了十年以后呢 我就发现这个不孕不育的 发病的越来越高 在我们医院 是一个空白 没有人研究 因为当时我们铁路女职工比较少 也都跑到外地去看 花费很高 而且呢 耽误工作 1988年三月 中国第一里 试惯婴儿培育成功的消息 更加激励的孙伟 两个月后 从上海学习贵来的孙伟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创立了最早的生殖课 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为了能接触到更加先进的辅助生殖技术 1999年 孙伟来到美国的芝加哥 在著名的西北大学生殖中心 接受培训 在那里 他确定了生殖中心未来的发展走向 当时吧 着眼是比较低 就光做个腹筋人工受精 因为当时那个环境呢 就是丈夫精子少的人啊 很多 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我就把他精子取样来以后呢 丈夫精子进行浓缩 洗涤 悠血 这样就成功了第一例 从第一例到一百例 一千例 再到更多 孙伟和他的同事们在忙忙碌碌中 经历着一个又一个成功的喜悦 通过多年努力 孙伟和他的生殖中心 成为2005年 卫生厅公布批准的 我省具备用丈夫精业 进行人工受精资格的三家单位之一 我的那个观点就是 能吃药不打针 能打针 不做手术 能做手术 不做食官 尽量地减少百姓的费用 因为我是全国人大代表 首先考虑的是人医 你用心情对待病人 舍身处地地向病人的处境 你才能做一个名医 时刻为群众着想 一直是孙伟多年来的行为准则 他良好的一得一分 高超的业务水平 在业绩和患者的心目中 树立起了很高的知名度 2009年 生殖中心 共接诊患者六万余名 跟数万个家庭 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欢乐 每天都有惊喜 每天都高兴 所以他们都说 我比同龄人前来 要年轻一些 因为心态好 天天高兴 他最不老 每天都有 今天刚才在下面 还有一个抱着孩子来看我 来看看你 我还给他照张相片 孙伟 在时刻记录和收藏着 患者给他带来的生命的感动 用他手中的相机 用他内心温暖的记忆 用他未曾老去的青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